請 三名涉案男子低頭不發育 事發在台中北區太原北陸與中情路口 絕對妹與男朋友開車停在路口處 綠燈剛起步就遭後方車輛追撞 絕對妹男友下車查看情況 隨即肇事車輛下來三名男子 將其包圍持球棒辣椒水攻擊 造成這名男性的被害人 他臉部遭辣椒水噴灑 以及身上手腳有多處的差錯傷 在調閱監視區去查證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尾隨還是說在現場埋伏 這個我們還要再了解 雙方不認識被害女子沒有受傷 三名男子到底是預謀方案跟蹤 丟丟妹男友還是行車糾紛 衍生打架情勢 全然後續警方將相關涉案人移送偵辦外 並報請台中地檢檢察官指揮偵辦 以釐清案情